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等期拳皇2002 欢迎在一起加强版的比赛解说 这场比赛是琉璃大展肖春拳 琉璃的出现也是让老肖非常头疼 他在想制霸零尔圈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今天肖春拳被打得剩一点血 七甲舍看后续怎么进行一个强制反击 想跳一脚被踢了下来 今天老肖不在状态 接着看肖春拳下一个玛丽 第二个回合 好玛丽快速迅速一个跳C滑铲 哦 被踢到了这个滑铲 出了破绽 这个滑铲可不能像 拳皇2002风云在加尼器版本那样 继续一个开BC 可能老肖也习惯了吧 隐藏空 那我一次再给他一脚BC 快速抓回去一个抓 琉璃还秀黑光啊 居然秀老肖的黑光 接着看老肖下一个角色 也是最后一个角色 罗伯特 这局这个进度有点快啊 哇 一脚BC最后又是强踢 刚才如果接上的话还接得住 接住了一个大招 后面肖铲拳的罗伯特啊 还是不在状态 第一局确实不在状态啊 也没办法 老肖现在需要找一找自己的状态 哦 板边接抓 啊 再接抓 现在肖铲拳剩一点血 轻腿下盘 哇 偷完中段突然偷下盘 让对手防不胜防啊 好 那现在琉璃拿到了第一分 第二局肖铲拳 用安吉尔手法 这局的话八神了琉璃 看这个八神用的怎么样 那八神快速一跳被抢了下来 强抓解锋没抓住 安吉尔开始一个板 别循环操作 连续的连梯循环 我们再循环 八神在空中是掉不下来呀 哦 无限连打空 下半清攻击再次连点 八神 八神升龙取消八只女 哎呀 打得多不如打得很 这一个八神接柴华 萧承拳 血量就被追了回来 天云珠宝之后 逆向过点 葵花一点 两段三段 哎呀 放针了 中间放了一下针 导致让萧承拳啊 就是直接乱动了 第二个回合 萧承拳的克里斯 大蛇克里斯 哦 克里斯板边 亲手压制一下啊 八神还是用重拳 掏了一个反身 咯咯咯咯咯咯 巴臣你漂亮 蹦起来再来一手柴华送到上天了 嗯 炸 伴免小晨拳 剩一点血 这个八神 够强势啊 哦哦 逆向 哦哦 逆向也跳空了 被八神来了两爪 老萧今天怎么回事啊 这个状态确实不是太好 第三个回合 看她的猴子 琉璃的进攻是有点猛啊 不是有点猛 是太猛了 先来一发奎花三世 中拳葵花 厚厚百合哲 还是有一个葵花 算是逃走了招 又跑到后面去了 这是要把猴子给跳匀了呀 中抓八只女 反正不管怎么样 萧承拳是难逃八神之制裁 一个柴华 后面萧承拳剩一点血 八神继续一个青云珠宝跳碎 结束了 琉璃已经连拿两分 萧承拳的压力来了 看第三局第三局 开场连那 我选发射到角落 暴走 暴走以后掏下盘线 没逃到 他应该是趁着抱走的劲儿 掏一个下方 快速接上必杀 疯跑以后 踢 成功就挖 被来了一脚 不要慌 离安娜暴走以后 也并没有找到什么优势 但是幸好赢了 赢了就好 你看琉璃下一个人 七甲蛇 大蛇七甲蛇 闪到白晓中 今天古花快速接入超杀 猜到萧承拳会用 螺旋发射来打木牙了吗 或者是对空了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预判 他应该是想预判 对手会跳起来压制 没想到进行一个闪身 来看萧承拳的霸神吧 萧承拳的霸神也是数一数二 快速跳起 抢一下空 不然中了个托马斯 霸神在这直跳 CD 逆向百贺者 可以花 口口口 开抓了 得 霸神你漂亮 蹦起来一发柴华 上天吗 上天啦 萧承拳是终于找回了 属于自己的节奏 琉璃剩下一个人 切甲车挂得有点惨 还没有发挥着真正实力呢 第四个回合 琉璃的龙二 在龙二想跳 直接被葵花三世 跳就会有破绽 这个跳 你要跳得非常精准才可以啊 哦 轻腿起手 超必杀 一阵狂拍 琉璃声音低血 八弦继续下盆两点 葵花结束战斗 双方的节奏是越来越快了 在2比1的情况下 萧承拳能不能再追回一分 把比分给追到2比2 哦 这个马克西马大破产 是直接上一个崩 一个火球下落 后面炮拳打击 哎 琉璃 琉璃的节奏也加快了 哎呦 又中了下盘三点 只要中了之后 就是一个反摇 来看下一局了 好下一局 看琉璃的 文理沙 马克西马进行一个 大招 大招没接住 现在被文理沙打到了吧 这属于打了一个插盒 琉璃骗出了他招式 但是琉璃并没有把这套伤害打满 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石油断掉了 马克西马能不能 抓住这次好机会啊 大破产生 打你下 请攻击三点 打确认 结必杀了 蹦他一炮在三连顶 啊 利连顶这不是超杀普通大招 哎呦 反勾一提 就这样没了 打得都不如打得很 不如打得准 好的 来看肖成全的利安娜 这个利安娜还会不会直接暴走啊 等一会儿 看老肖怎么玩 肖成全先套个下板 文理沙还是用反勾拳 下半三点没有中 躲过了一招 没想到连续轻攻击干掉了 这个有点快了 琉璃就比较急啊 到最后一直向前冲 这个向前冲正中 消失去的下坏 暴走 暴走以后掏一个北壁 追壁了这一招 大壁炸 再来能量还 哎呦 追加 起身 起身想圣龙甲 没那么容易 接着进入到了第五局啊 比分已经来到2比2了 看着第五局 哇 圣龙先被怼空 两个草啊 两个小草 看这个版本中的小草 连招就没有那么随意了 因为开BC的加强版里面 没有那么容易的开啊 起石副卡 接入超杀 大蛇剃 追踢过去之后 中断气球 再强开一个BC不料 被消失去点了一个 哇 隐藏 秒了 好吧 一不小心 这就是一不小心 引发的血案 现在看琉璃的包子 包子先来一发对空 倒伤了腿 又哈呀 结束了 对 就是要一个确认 高手过招 需要的就是一个确认 现在看消失去的克拉克 克拉克中拳了 并没有来BC 跳入 压起身 想抓 想用重拳抓 这包子对空使用的是非常棒啊 开BC的掀气罚动 拿一炮 又一招对空 这招屡是不爽啊 对老肖 太容易中了吧 第四个回合 消失去的板击梁 板击梁先来一个 so-coo game 这个大波出的有点貌似了 看琉璃包子又一个对空 又中了 单手撑地 直接踢上去 就这样 你只要敢跳 包子就敢用这招对空 板击梁会不会利用天地放好拳 将包子直接打鱼 然后一套熬了熬了带走 我看有点难度 这个包子啊 防御做得非常棒 他现在利用防御 牵制打发 这让板击梁相当难受了 板击梁再想掏的大伤害 就是非常难了 但是板击梁没放弃 还是被拿下 B分来到3比2 我们接着往下看 接下来萧正拳呢 用K 开场CD想接搬运 板不到 K来发火球 这个K也是老萧比较擅长的人了 闪过波之后 跳DX华晨BC 没打到 升龙也空了 这个小升龙预判对面的对空 哦 被骗招了哦 但是这个麦卓也没有接住 三段升了核里 来个火球 脚子再踢一下不要慌 还是被确定超杀了 双方打得都很轻松很随意 突然发现 没有那么紧张的这个局面啊 就是放开了打 自从放开了打 观射性是最高的 来看萧正拳的板击梁 先来个飞香脚 不料被波打到 哎 跳起来 还是被抢了一招 机会来了 三点带我超杀 很伤哦 中间复合了个BC 然后再进入比赛 哇 都放开了 真是放开了 萧正拳的防御 好像也放开了 来看他最后一个红丸 后完先双脚一并给个CD 空中投他一下 角落CD继续压制 清锤 来光拳 KO 来看琉璃的K 好 现在K也进行一个抢过 脑销的K下线了 现在琉璃的K上线了 红他一炮先 角落片头 中断起手踢火球 然后圣龙又一个比赛 带走 B分现在来到4比2 我们继续往下看 今天这个真的是有看头 黑大门 来一个头先 看大门能不能打出优势 头上符合的向上 萧正拳一定要找回场子 威斯勾腿 对小屁边跳C 大门头上符也是强开BC 空了 空了之后呢 可就挨打了 小屁边进行疯狂夹角 再看萧正拳下一个人了 黑大门 没有蒙起来 看老萧的马克西马 现在马克西马先开展一手 大碰展示 一个中拳对空中跳抓 阿比赛也属于骗了一招 琉璃他应该是猜 萧正拳要大破展示压起身了 没想到他没有出招 兵不演战啊 来看琉璃的大碰展示 马克西马 哦 大碰是压木压一下 直接上铁球崩塌火球 中拳再掏一个对空 强开BC都在打爆拳 琉璃快速强 一个轻攻击确凡 老萧留下你的小小的破绽 你想中了 哇 这么轻易就中了 一发三连顶 已经是三连顶编身了目前 萧正拳起飞了 来看萧正拳的克里斯 现在克里斯先拉一个后不了被顶一下 炮拳一队 强抓比这这么远的距离抓住了 有点厉害啊 这个抓 然后又想打逆向这个大破展示 被克里斯反偷 哎 克里斯利用划铲冲击 快速跑过去又一个 火球空中下落 但是这次没有打败伤害 后面萧正拳剩一滴血 哇 萧正拳残血翻盘 高手心态就是特别好 剩一滴血也能残血翻盘 再看琉璃剩下最后一个大蛇克里斯 呃 开场背后抓 失误了 老小紧张了 哇 大蛇的确认是好快 那最后以5比2结束战斗